同学告诉老师他被校园霸凌了 接着伸出手 露出刚被烫伤的手臂 说是被班上的嫖妍针等人给施爆了 可老师却说只要四肢健全能走能吃就不算霸凌 女孩试问你的儿子若在学校被打成这样也无所谓是吧 老师一听想抽他两嘴巴子 可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只见老师卷起袖子 而后解开昂贵的手表 紧接着转头女孩还是没逃过大嘴巴子 可一个哪高 丧心病狂的老师追着女孩就是一顿输出 而办公室的老师想拦都拦不住 只因欺负他的严真后台很硬 只要动动嘴皮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至此成了学校的大姐大 只要心情不好 他就会拿底层弱小的人来欺负 很不幸东恩成了他发泄的对象 首先他让手下将女孩按到一边 接着他拿着卷发棒 让东恩帮他测一下温度 实则卷发棒已经烧红 疼得他死去活来 殊不知这刻在他手臂的烙印 会让这些欺负他的人以后付出惨痛的代价 刺耳的声音听得严真耳朵都疼 紧接着女孩再次背面 事后还命令手下堵住他的嘴 而他的堵法就是这样的 记住这脖子处的字母以后会用得着 晚上他站在百米天台 本想跳下去一死了之 不知是不是害怕又或是不甘心 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可如今他该怎么办 坐在雪地里他也不觉得冷 因为伤口的灼烧感让他麻木 于是他用血不停地往身上涂抹 也许找到了不让自己那么疼的方法 接着他竟将衣服全部脱掉 不顾形象地直接趴在了雪地里 要知道不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第二天校爸们就接到通知东恩申请退学了 可他的退学申请却是校园霸凌 而这一切开发廊的妈却浑然不知 直到他接到学校的电话 才知道女儿申请退学了 可刚到学校 一位夫人就给他递了一个信封 当看到里面的钱后 做妈的差点叫出了朱教生 知道这些钱可以搞定他们 于是让东恩妈妈重新填写申请退学的礼物 地旁的老师示意只要将校园霸凌改成无法示意 本以为母亲会为女儿讨回公道 没成想母亲拿了那笔钱和男友连夜退出跑 房东安慰东恩也许你妈是有急事 后面会联系你的 毕竟是你妈呀 当东恩看到一事两份的退学报告后 他知道这个妈去逍遥不会回来 而东恩走后他们又找来了个娱乐对象 用同样的方式来消遣 这时东恩不请自来 一群人以为他是来求他们放过他上学 这次东恩眼神坚定 说他们以后来日方长 后会有期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的梦想就是你 众人没懂他的意思 殊不知一个人在死边缘下定的决心 意志有多强 在多年后他们会领教这女人狠起来真的不是人 这是女孩第一次做家教老师 她很努力地投身其中 可男孩的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 于是她开口问老师衣服在哪买呢 显然男孩的心思没逃过东恩的法眼 但她什么风浪没见过 可没眼力见识的男孩 还让东恩脱下衣服给她看看身材 这样她才有学习的动力 没想到东恩直接掏出通话中的手机 让她回家跟她妈解释吧 不是她天生就有心眼 而是生活所迫 没人知道她活到现在多么不容易 手臂上触目惊心的伤疤足以证明 而支撑她活下来的只有一个理由 从十年前她被迫退学后 她一边在工厂打工 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学习 终于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可考上大学并不是她的初衷 而是在这所学校里偶遇一个人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她带着一束花找到她曾经的老师 她的儿子立马帮父亲接过 说她父亲有哮喘 尤其对百合过敏 东恩假装不知道立马改口说 那就当送你了 恭喜你考上了公务员 从两人的对话中 父亲也感觉儿子跟他认识很久的样子 这也是他考上大学的原因之一 目的就是接近他儿子 说着拿起花就没了 儿子完全不知道父亲发的什么 但有一点他知道东恩和他父亲定有故事 将父亲推进屋后 他是问东恩和父亲什么关系 而东恩等的就是这句话 因为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知道眼前之人定能帮他复仇 与此同时 他每天都会关注一些人的生活动态 终于他逮到了一时机做了一名小学老师 可他的目标却是这位女孩 女孩的妈妈浑然不知他的厄运就要开始了 他问女儿放学要吃什么 西餐厅还是中华料理 却听到女儿说他不小心将汤浇在身上 新老师在帮我擦拭呢 而且新老师说是你的好朋友呢 当听到女儿说出东恩的名字时 他整个人就不好了 还不确定呢又重复了一点 殊不知东恩在被他霸凌休学后 他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度 甚至到他结婚 可他并没有出现在他面前 而是静静等到时机成熟放大招 严真知道他定是不安好心接近他女儿 东恩也在预料之内等到严真 严真试问这不是巧合吧 严真还想当年嘲讽他 一个平民哭出来的人能翻得了什么事 对于这种不自量力的人 严真根本没放在心里 他只要动动嘴就能把这家伙给开除 可还没出教室 他就接到曾经的班主任死亡的消息 他不禁后背发凉 难道这是东恩干的吗 可东恩只是借刀杀人 儿子为了不让父亲拖累自己公务员的身份 将百合花放满了整个屋子 东恩料到有其父必有棋子 他轻松搞定第一个仇人 这下曾对他霸凌的严真慌了 一机上 一空姐静止走到乘客跟前 慢慢俯下身 男人逼完眼药水 让空姐给他唱首摇篮曲 他睡不着 空姐扯开话题问是否需要温热毛巾 却调侃还有别的温热服务吗 空姐听出了意思 他站起身 在男人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 男人却露出一抹邪笑 因为对眼前的空姐他在熟悉不过 正当空姐臭美之时 收到男人的信息 说他狗改不了吃屎还是那么减 其实两人曾经是同学 虽然男人是色盲 每天必须戴上隐形眼镜 才能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 作为富二代的他开了一家服装店 可挂羊头卖狗肉 表面上像是在正常经营 但当客户要进十一间是穿时 店员小姐姐却以十一间 在维修为由暂时进不了 并客气地给客户打五折作为补偿 殊不知十一间可是老板的秘密基地 里面荷尔蒙的场面不下到客户财管 而眼前的女人可是有父之父 也是他的同学颜真 而且还是某电视台的气象主播 他的老公是个有名的建筑师 百里挑衣认定眼前的妻子是个纯净之人 浑然不知自己的绿帽子戴得有多高 晚上颜真就收到老公的一份大礼 一双限量版的高跟鞋 殊不知这绿的发亮的鞋子 会让他第二天的神经紧张不已 但精力十足的他白天貌似没完够 紧接着一下勾着老公的腰开始 再次释放荷尔蒙 一日他八岁的女儿就穿着这个高跟鞋 想显摆着跟妈妈一样有气势 还问妈妈黑色的高跟鞋好看吗 可鞋子分明是绿色的 妈妈听后立马假装告知女儿 什么颜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是限量版 不要拿出来显摆药 女儿貌似听懂了 还说他色盲的是会对爸爸保密的 这也是颜真从小教他记住的事 很快迎来女孩的生日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唱着生日歌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邻居的眼里 而邻居并不是旁人 而是被颜真曾经霸凌差点自杀的东恩 殊不知东恩已经实施报复 成功当上女孩的班主任 得知东恩接近自己女儿 心虚的颜真慌了 于是他找到了校长 想将东恩直接撤职 校长表示这不是他能干涉的 因为此人正是李市长推荐而来 颜真想打探东恩和李市长的关系 虽然校长也很疑惑 但东恩必备教师资格正是真的 贫民窟出生的东恩哪能攀上那种关系 只不过是利用了一点手段 他每天都会在李市长的家门口的垃圾桶翻找资料 可就在他再次一无所获要走时 李市长家的保姆叫住了他 因为他从去年就发现 东恩每天三更半夜来翻垃圾 让他别不承认 我手机里有你这半年露脸的照片 东恩本以为他是要钱的 可保姆表态他不要钱也不会报警 他只想和东恩联手 因为有这么长时间毅力的人 定能做出大事情 而保姆要的其实很简单 最后会说明 就这样他拿到李市长的秘密 从拼凑的资料和大妈联合偷拍 成功威胁到了李市长 堂堂的李市长竟有断绣之品 这让东恩顺利当上老师 在家的严真心里忐忑不安 他知道东恩来者不善 听到女儿回来的声音 他紧张得立马上前 问女儿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 老师有没有伤害你 并脱掉女儿的衣服 想查看女儿身上是否有伤 孩子的家长在外面偷看 而家长越担心老师越放肆 只见他将美工刀搭在孩子的肩上 孩子的妈紧张不已 可老师的心里却乐开了花 没想到这种喳喳也有害怕的时候 女儿一回家 他就迫不及待地扒开女儿的衣服 想确认女儿身上有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可女儿却提醒妈妈 我是去上学的 又不是去被挨打的 听到这妈妈心里不知道 有没有一点愧疚 曾经他上学时 只因轮到他值日打扫威慑 他就让眼前的东恩帮他干 可傲气的东恩说 他不愿意于是换来的 却是他的一巴掌 并让他的手下开始直接暴打东恩 女儿虽然现在没有受到伤害 可他的一颗心始终放不下 毕竟东恩现在成了女儿的老师 于是他找到东恩 让他开个假 别装作一副轻刀的样子 要多少钱才能滚蛋 可东恩表态 我可不是为了钱而来 我只想替上天教训一下你们这种人渣 可言真却让他不要那么幼稚 咱们都是成年人 干嘛揪着小时候的事不放 你活得累不累 殊不知他小时候所谓的幼稚行为 对东恩产生多大的心理阴影 他从来不吃烤肉 甚至听到有烤肉的声音 他就会联想到曾经被他用卷发棒 烫伤皮肤霸凌的场面 而这次接近他女儿 却让他有了意外的发现 八岁女儿居然分不清颜色 听着女孩跟小朋友辩解 突然让东恩有了种猜测 很快从六星级酒店出来的男人 就收到了一张匿名信封 而里面经是一把牙刷 男人不明白谁闲的蛋头 将严真女儿的牙刷寄给他 要知道当年在学校 这位富二代就将同班同学打得不成型 只因同学说他红绿部分 至此 所有人知道他是色盲 而色盲是具有遗传性的 如今当东恩拿出他女儿的话时 严真慌了他真的不知东恩 现在到底想干嘛 起初他担心女儿受到伤害 如今更担心的是 女儿的身份被曝光 还没到家 他就找了一块空地发现 本想平复下心情 可越想平复心越慌 还将几亿的皮裙给烫了个洞 气得他直跺脚 甚至接近疯狂 于是慌不择乱的 他找到老公公司 开口就拍起了马屁 明白他抽的什么风 现在女儿才八岁 走路十五分钟到学校 司机和保姆送他 他又不影响到你什么 妻子表示女儿换了个班主任 而且还是疯疯癫癫的内容 看老公开始一本正经的追根挖底 他开始后悔了 立马给自己打圆场 说最近大姨妈来了 情绪很不稳定 让他继续工作别放在心上 可言真浑然不知 他的老公已慢慢进入 东恩设定的计划中 浴缸内 男人挑拨女人乌黑的秀发 女人不由地冷哼了一声 问他眼神不好使吗 接着撩起红头发 说他今天刚染的 而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男人 下一秒男人抓起他的头发 认真地警告他 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小红帽 殊不知他不是讨厌小红帽 而是讨厌别人拆穿 他是个色盲 所以他每次都会戴上隐形眼镜 和滴上眼药水 才能让他看到有色世界 殊不知不久后 这眼药水却成了他的所命符 而他是色盲却是众人皆知 包括眼前曾被他霸凌的东恩 十几年后两人再次见面 却被男人嘲笑 你比当年更疯满了 下一秒大嘴巴子就赏给了他 虽然他是色盲 可他高中时最喜欢看胸大的女人 有意让他们站在雨中淋雨 这样才能若隐若现 当听到把风的说有人来时 他才不得不离开 可临走之时 还好奇问他是吃了多少草莓牛奶 碍于他是富二代身份 东恩只能将苦水网布里 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东恩害怕个毛 而且还给他送了份大礼 避知老同学女儿的牙刷 但他还傻傻地不明白什么意思 直到东恩提醒牙刷去鉴定了吗 富二代让他一次性把屁都放了 东恩却直接塞给他一幅画 说鉴不鉴定你自己看 然而一打开却惊出了他一身汗 因为这幅画和他一样世界里没有颜色 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做了份亲子鉴定 万万没想到他全在剧 居然有个女儿 还喃喃地说到 怪不得他长得那么漂亮 一日他迫不及待地去找女儿 看到是妈妈的好朋友 女孩脱离保姆的手就要去对面 可奇怪的是 明明是绿灯 女孩却犹豫地不敢向前 富二代意识到 女儿跟他一样患有色盲症 而这个病却是遗传的 于是他大步跑向前 一把抱住女儿 一股父爱贯穿头顶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他一定要保护好女儿 眼前的女儿他越看越喜欢 突然一辆飞驰的车在后面鸣笛 往日的暴脾气瞬间喷涌 对着走远的司机破口大骂 女孩对他一脸鄙视 很快他找到律师 想要将女儿站为己有 可律师告诉他 别白日做梦 夫妻婚姻期间出生的子女 跟你这生父没任何关系 除非他们离婚 可这根本不可能 尽管他们现在还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但他们夫妻感情贼好 殊不知有一股力量 让严真老公越来越怀疑自己妻子有问题 浑然不知的严真找到富二代 怒斥他为何不接电话 富二代正气着没地方发泄 他将严真逼到墙上 问他为何明明怀了我的女儿 还要嫁给何道英 就因为他是财罚我是富二代吗 严真知道自己理亏 于是竟主动吻上了富二代的嘴 想用此方式让富二代不再追究 可女儿这么大的事 他怎会轻易放弃 一日女孩开家长会 父亲出席很正常 可奇怪的是富二代也来了 财罚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可万万没想到 东温的出现让财罚瞬间一步开眼 他每天魂牵梦绕想要找到的女人 竟是女儿的班主任 财罚深吸了一口气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目的呢 男人身价千亿 却喜欢窝在老人堆里 不是他显摆身份 而是他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只因现在压根没有年轻人玩围棋 突然对面老头的视线开始转移 沿着视线看去他瞬间打脸 眼前的女人 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 在这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老头却提醒财罚 可别小瞧了他 他若出现每次都能赢的盆满钵满 听老头说的神呼气呼 他不由的对女人产生了好奇 殊不知女人的目标就是他 于是他也站在人群中凑热闹观看 可他只看了气盘一眼 就不由的露出一抹笑 显然他的奇异让他佩服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女人为了这一刻等了十几年 只因他是颜真的老公 为了接近他 他每天都会跟踪他了解他的喜好 在得知他对围棋感兴趣后 他也没日没夜的研究 甚至每天都会在路边看大爷们下棋 也许老天读懂了他的心酸 让他遇到人生中的贵人周汝 得知女孩对围棋感兴趣 周汝大气的表态一定教会他 因为他是围棋高手 尽管东恩知道他想什么心思 可还是答应一对一辅导 其实出师的他 在这里已经大半个月了 打着一举两万的口号吸引别人跟他对应 也成功引起男人的注意 可他却挽起了欲擒故作 在临走前压根没正眼看财法 而就这一招彻底勾住男人的心 回去后男人将东恩的棋牌给复原 可他越发搞不懂 明明这盘棋胜负早已定可 他却拖到最后 但他只以为女人是给对手留面子 不想赢得那么快 不知是不是对女人有了好感 映入脑中的不只是棋盘 还有女人的面无表情的脸 殊不知他脑中的女人 正住在他们家对面时刻关注他们的动态 可不知为何 财法每天都控制不住的来棋牌室 但他不是来下棋的 而是想再看一眼那个女人 可一连来了半个月都没看到他人 他不由地发觉自己好幼稚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他心心念念的东恩出现了 这次两人贴得那么紧 可东恩还是没正眼看他 可这越发勾起了财法对他的兴趣 看着他麻利地挽起头发等待对手时 但双方都个怀鬼胎 都快结束两人都没说上一句话 东恩一本真惊开玩笑 说他专找单纯男人骗他们钱让他们伤心 财法却笑了反问他生意如何 财法不由地感慨他的回答真是出乎意料 就在两人谈话间 东恩成功赢得一局 财法心甘情愿掏出两万赌约 可东恩刚走财法就叫住他 他愿意加五万再来一局 此时东恩确定他不得局财法已经成功陷入 可这次他没有答应财法 因为他知道只有放长线才能钓到大鱼 女人每晚睡不着时总要煮上一百度的开水 但他并不是为了喝 而是想感知水壶的温度 因为这感觉能让他时刻提醒自己的活下来的意义 从十年前受到屈辱的那一刻 他就暗暗发誓 死也要拉他们陪葬 十八年后时机成熟 他看似不经意买鞋偶遇小辫子男 还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样子打招呼 男人露出一抹猎物上钩的感觉 邀请他到里面的雅间作作 他知道这女人向来百依百顺 但他不知被洗礼过的女人狠起来有多可怕 高中时只因他好欺负 就被校爸们当成发泄的对象 不仅用卷发棒烫伤他的皮肤 为了不让他大叫 还用纹堵住了他的嘴 他死也不会忘记脖子处刻有纹身的家伙 十八年后他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人就是个狗腿 无论是十八年前还是十八年后 他都寄人余下听人拆解 听着小辫子邀请他去雅间 他毫不客气地进入 还试探地问这个店是你开的吗 小辫子刚确认完 就听到外面的店员喊着 全老板来电话 让你去洗衣店取下衣服 然后买点狗粮过去 小辫子尴尬得不行 东恩见缝插针问他还给全在郡跑腿吗 这话听得他瞬间恼火 因为他二十四小时都跟保姆一样 甚至还要帮全在郡那色盲清理狗屎 活得那是一个憋屈 这一切东恩自然知晓 于是他火上浇油 像你这样有能力的人 不应该每天打打高尔夫 晒晒阳光玉玛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吗 小辫子提醒他若在挖苦窝 你就可以滚了 东恩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告诉小辫子 我可以让这一切都变成你的 让你不再成为别人的跑腿 小辫子貌似上钩了 问他怎么改变 为了避开监控 两人来到天台 在得知停尸间有据十八年前 尸体能让他发财后 小辫子有点不太相信 说要自己去查看一下 很快他谎称是死者的家属 进入太平间 当看到是曾经他们霸凌过的一个女生时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再次找到东恩 让东恩告诉他是谁弄死了那苏喜 有了这把柄还仇不发财吗 反正就是他们四人之一 不是沙拉吸毒神志不清干的 就是最狠的严真干的 若苏喜说出空姐慧言 在体育馆和老师不正当关系 那就是慧言干的 若苏喜说权在军事色盲 则那家伙干的 而东恩要的就是一把导火索 根据东恩的需要 小辫子也准备东恩想要的四人的秘密资料 而东恩也抛出杀害苏喜之人 有了这个王牌 小辫子越发等不及 想着自己的人生终于要绽放了 他先给自己订了一张去美国的飞机票 而后订制了几套昂贵的貂皮大衣 可他却浑然不知他的死期越来越近 妻子只是向老公撒了一个娇 丈夫就知道他要什么 果然十年的夫妻不是白过的 本以为妻子的癖好只是消费购物 但丈夫浑然不知 眼前的妻子有多么可怕 尽管妻子在他面前抽烟 但他反而觉得妻子这样不做做很纯净 突然老公本想开个玩笑 说飞机上遇到你那空姐朋友了 在听到空姐说他成绩不好时 妻子表面上说也就比我高一分呀 整个像全班第一一样 也许是财阀老公的僵尸脸不适合开玩笑 而妻子却全部听了进去 然后暗暗地下定了个计划 另一遍 空姐会停在妈妈的洗衣店内 突然接到严真邀约的通知 本着随叫随到的原则 他特地在顾客的衣服中找了件最有档次的 还别说他的眼光真不错 虽然紧了点 但凹凸有致的身材体现的那是淋漓尽致 同伴问他买新衣服了吗 他淡定的解释男友送的 严真立马拆穿他 这衣服可是我送给沙拉的生日礼物 你是正常穿客人的衣服吗 慧婷心想难怪今天两人凭空约他 原来是看他出丑的 但想都不用想出馊主意的定是严真 因为他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可严真万万想不到 醉不起眼的慧婷在最终摆了他重重一道 其实在严真生完孩子的那一刻 他就注定了不完美的结局 因为纸中就包不住火 孩子一天天长大 但他却是个色盲 色盲不要紧 可偏偏这种病是遗传的 可老公十八代都没有过色盲 显然这孩子并不是现在财阀老公的 这天财阀突然收到了一张匿名信 而里面只放了一张名片 和一张他被偷拍的照片 照片的女人其实也不过跟他下了一盘棋而已 但不得不说 他已经被眼前的女人所吸引 至此他每天都来骑士 可一连来了一个月都看不到他 为了找到他 财阀特地搭建了最高端的场地 工人在没日没夜的赶工中 完成了最顶级的骑士 只为有朝一日能吸引女人过来 可没等到女人 反倒等来他的照片 本以为名片之人是想要钱提供女人的线索 于是他尝试着拨打过去 却发现已经关机 接着他找到名片之人的公司 而接待他的是老板 但这老板貌似很不想待见他 在得知是找辫子男的 做老板的很是头疼 怎么连你也在找他 接着掏起香烟想缓解情绪 可这香烟让他联想到自己的妻子 也是抽的同一款大钱门 而现在抽大钱门的可是少之又少 回去后他翻看妻子的相册 妻子看后害羞地问老公 是不是怀念当时结婚的场面啊 在听到老公问辫子男 为何没跟你们合照 妻子心虚地问他怎么会认识辫子男的 可丈夫还在追问 你正常和全在俊辫子男见面吗 看丈夫一本正经的样子 严真也表态辫子男总是干一些荒唐的事 难不成他也敲诈你了 丈夫表面上说只是好奇而已没事 可老公越淡定 严真越觉得心虚 但他心虚是对的 因为他的老公可不是一般的人 女人特地只裹了条浴袍 问老公怎么还不休息 见自己本性要爆发 妻子又调整了心态 问这是能不能翻篇 丈夫的火更大 他怎么就瞎了眼找到这样没底线的女人 起初他以为这一切都是巧合 妻子抽烟他不计较 可他抽烟的喜好竟和他的老同学一模一样 本以为他们只是同学友谊 可这天他收到了一张照片 这位老同学看他女儿的眼神很不一般 这不由得让他联想到 那一次开家长会 他也来到了班级 还有意透露他有个私生子 当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只以为他开玩笑 可接连几次他接女儿放学 都能看到这个富二代在远远地看着 而这成功引起财阀的怀疑 自从富二代得知严真的女儿和他一样是色盲后 通过色盲的遗传基因 都不用亲子鉴定就能断定是他权在菌的女儿 兴奋的他第二天就布置了儿童房 还将女儿的画框起来挂在墙上 以此来表明这是他的房间 可他想得太简单 律师告诉他 就算你是生父也抢不走你的女儿 因为孩子出生是在他们夫妻之间 除非他们夫妻离婚 虽然他们两人现在还保持着秘密勾当 可他知道严真是不可能离开财阀老公的 但为了得到女儿 他还是找到严真 让严真离婚跟他过 他会将名下的六栋房都送他 可严真又不傻 自己的老公可是财阀 动动小拇指都比他的财产多 所以让他死了这条心 可富二代迫切地想要得到女儿 所以他不得不从他老公身上下手 多亏了东恩的推波助澜 时隔几月他再次看到东恩 得知成了自己女儿的班主任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原来所有的偶遇都是设的局 亏他还为了东恩打造顶级棋设 24小时全天开放只为等他而来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成了个棋子 又想到棋子曾跟他提过 想将女儿送出国 理由是女儿换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班主任 当时他只以为 妻子为了女儿更好的将来着想 又想到东恩说的 他除了赌棋还喜欢赌人生 事后他从女儿口中得知 妈妈和我们班主任是同学呢 此时财阀越发觉得 他们定有不可告人的故事 于是他打电话给秘书 取消这段时间所有的行程 他要彻底查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 看着老公越发怀疑的眼神 严真也坐不住了 于是调查东恩的资料 竟发现他的地址 就在他们家的对面 于是他找了个开锁架 将东恩家的门给撬开 然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照片 其中包括他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 严真后悔当时就应该直接了结了他 老公何道英 殊不知这就是东恩等了18年的场年 男人突然发现 这个家里好像有什么脏东西 也不怪他怀疑 因为最近总是怪事连连 不仅养了八年的女儿 发现是个色盲 就连自己都莫名地被一个女人所吸引 甚至妻子都好像魂不在身 而他自己也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他来到巫婆这 用纯正的糯米 和巫师嘴里的玛丽玛丽红 洒向他从而去除他身上的霉玉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造了什么念 也许是心虚 他花重金请了的开锁匠 进入一个屋内 他认为问题定是处在着 果然墙上布满了他十几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 难不成他们也同样被盯上了吗 然而高中时的玩伴 莎拉早就被制得服服帖帖 只因东恩说了三个字 直戳他的软肋 而东恩要得很简单 让他将地上的包装满美元送给他即可 作为画家莎拉很不情愿 但也乖乖地准备了一包美元 搞定莎拉接着轮到空姐会庭 他莫名收到匿名信封 可打开一看却吓得他六神无阻 里面一张张照片 揭露了他和不同男人相处的画面 显然他的生活很不简点 可如今他好不容易找到个钻石王老五 正打算要结婚呢 就凭他出手就送了他时刻拉戒指 可现在他慌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对方是谁 看着曾经不雅的照片 他安慰自己 没什么大不了的 白雪公主还跟七个小矮人一起过呢 可他却诚实地预约了妇科门诊 很快他来到妇产科 让医生帮他修复下处女膜 并让其出一份黄花大闺女的证明 医生让他放心 做这种的他们一天要接上百人 最后他们还会出具婚前清纯证明的 很快 一份完美的资料送到准婆婆面前 婆婆表面上说这些无所谓的 但却很认真的看着 突然婆婆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 而对方却主动跟他打起了招呼 慧婷半天没反应过来 要知道他们十几年没见了 但慧婷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看婆婆对东恩那么热情的样子 又看到婆婆对他的态度 于是他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追上了东恩 先是将他一顿夸 然后借着老同学身份邀请聊几句 他预感东恩是来跟他抢王老五 接着两人来到空旷处 慧婷见四下无人 随后一个扑通给东恩跪下 说他大人有大量 原谅他以前犯的错 再说那时候我也是被那些人逼 可东恩丢出他丢失的手机 他这才知道 照片竟是他寄来的 也就是若他将这一切告诉他婆婆 他将前功尽弃 毕竟空姐是吃青春饭的 他有多少青春去刁砖是王老五呢 空姐知道他要什么 于是下定决心到今天指 我就是你的人了 而东恩等的就是这句话 另一边颜真也已经上钩进入他的屋内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老公也会找到这个地方 而两人在出租屋内的对话 全被东恩监听的一清二楚 也许糯米撒得不够多 颜真的魂还没归位 只说了一句话 让他在丈夫面前再也没有清纯的形象 30岁女人有个男言之意 他问医生男人都喜欢兄大的女人吗 医生假装想了想说别的男人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女人美不美第一得看胸 虽然知道自己问了个废话 但还是赞同男医生说的 随即便问医生注射硅胶会不会很疼吗 男医生心中窃喜 很快女人被推入手术室 护士提醒他已经给他注射了麻醉 你的意识会慢慢进入朦胧状态 可医生却另外掏出一个针筒 说是先帮他排那里面的空气 殊不知男医生另有目的 也许是感应到了危险 但此事容不得他说不 全麻就已经起了效果 他直接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 但这一睡就睡出了大麻烦 而这一切多亏了 他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惠婷 殊不知惠婷已被东恩收买 他让惠婷将严真引到一家整形外科 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 但惠婷只能听差办事 很快严真找到了正在打拨尿酸的惠婷 问他要想要说什么秘密 当听到惠婷说 你老公和东恩正常一起下围棋时 显然这个秘密严真不相信 突然护士不小心将惠婷的包包弄掉落 惠婷一脸紧张 是已婚财阀给我买 看严真还在嘲讽他指配和已婚男人勾搭 当听到已婚男人是他老公时 严真整个人都挂不住 难怪老公最近都不怎么搭理他 在临走前他还不忘火上浇油 问他老公该不会把我留着备用吧 严真嘴上说着怎么可能 这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个广告 我的客户回头率百分之百 言外之意 你要不要也来做一下 严真听出了意思我的罩杯正好 凭医生的预感 他知道这句话严真听进去了 如今躺在床上的严真 还不知这医生竟和东恩是一伙的 只听医生慢慢说了句什么 他竟慢慢睡去 梦境中他回忆着 自己是如何杀死辫子男的画面 突然他一下被惊醒 而一旁的医生却露出了一股耐人寻味的邪笑 严真开始变得惊慌 毕竟这是一家私人诊所 他越发怀疑在他睡着后 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尽管医生解释因为麻醉剂没消迷糊很正常 可他马不停蹄地跑回家 然后脱掉自己的衣服 想确定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异常 万幸还没有开始 可刚才为什么会梦到和现实一模一样的画面呢 一日他在诊所外 他越发觉得这里古怪 他明明听到在麻醉前男医生问他的问题 难不成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再说他怕什么 辫子男的死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 本以为这是翻篇了他也全心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殊不知东恩这边即将放出大招让他彻底崩溃 女孩今年才八岁 就患了一种怪病 在别人的眼里苹果有两个色 而在他的眼里苹果只有一个色 明明已经接受自己是色毛 可这次他却发起了脾气 将电脑直接扔进了浴缸 上到小学他才知道色毛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在学校参加踢足球 他被同学们孤立 只因他红绿不分 将对手当成自己人 不知是自己受到了委屈 还是对不起眼前的爸爸 他哭着对爸爸说了句对不起 其实父亲更害怕女儿知道真相 那天他莫名收到的优盘 优盘的内容是他的老婆和富二代 再是一间害羞的录音 车内他越想越气 妻子竟给他戴了那么高的绿帽子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 连女儿都不是他的主 小孩不懂什么是色毛 可作为老师的东恩一看就知道女孩的身份 毕竟色毛是遗传的 作为亲生父亲的富二代 正想着怎么样抢回自己的女儿 晚上他就收到东恩的一个信封 而里面只是简单的优盘 东恩作为老师又是知情人的身份 说看在你是孩子生父的份上 寄给你孩子的生活照 并将拍照着老师名字告诉他 看着每一张照片都是群体肇事 他色毛的眼顿时散发出一股杀气 一日富二代的车子马术直飙 而这暴脾气就是东恩计划的之一 因为这样可以一键双雕 那时从他被破例中途被调来当老师 这位邱老师就觉得他靠睡得来的 事后他就跟牛皮糖一样处处偷看他 趁着其他老师走开 先是夸他清纯亮丽 随后邀请他晚上到家里喝咖啡 东恩听出了男人的意思 突然东恩只是收到了一条短信 没有回复就放下 反倒被男老师认为你是脚踩两条船不回吗 东恩越发觉得眼前的人脑子不好使 至此他更加地关注东恩 恨不得在他的身上长幅眼睛 东恩本无心整他 可这家伙太爱事 不过还得谢谢他有个癖好 专拍女孩们的群体 以富二代的脾气 他绝对不会放过这家伙 很快他来到办公室 看着眼前人魔鬼样的家伙 拿起相机 随后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 接着他取下相机的内囤卡 先将其放好 然后接着对付这家伙 虽然他比较暴力 但他对女儿的爱是真的 就在他要继续打时 眼前的这副景象 全被女儿看在了眼里 虽然他们没有相认 可富二代也不想 被女儿看到他打人的场面 很快富二代被带到警局 警员提醒他暴力事件 建议和解 不懂法的富二代 还在傲气我要让那家伙坐牢 而财阀也来到警局 带来那家伙的和解书 将富二代从警局保送了出来 财阀之所以插手 是觉得富二代 根本没有资格 为了他女儿大打出手 富二代听出了意思 问他是不是也知道 我是他的亲爸 可富二代完全听不进去 一言不合就开打 殊不知道最终 以他的暴脾气 净落到了一个 想象不到的悲惨结局 妻子一回家 就质问丈夫 有没有把他当人看 都不跟他说一下 就把女儿送到婆婆家 丈夫问他想听理由是吧 今天你乱搞的对象 到我女儿学校闹腾 称自己是亲生父亲 所以我很生气 所以麻烦你反驳一下 见妻子一个屁都不放 丈夫忍无可忍 一句我只想守住 我们的婚姻才隐瞒的 并责怪老公 是他将这一切搞砸了 丈夫看他不知悔改 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可言真分明提醒过 富二代不许说的 老公是如何知小孩子 不是他亲生的 其实老公一开始也不信 尽管他收到老婆出轨的录音 他都觉得这是合成修音的 可如今他仔细看着衣帽间 最上层的衣袋子 足以证明妻子的衣服 都出自一个地方 而开服装店的 只有他的老同学富二代 接着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店内 而店员就认出了他是何总 也告知今天言真没有事穿行程 于是财阀随意拿了一件衣服 问十一间在哪 其实是衣服是假 他想看看 录音内说的 十一间是他们爱潮 长什么样 这里摆满了和家里一模一样的盒子 可这哪是十一间 咖啡酒水一应俱全 温馨的灯光照在里面 别有一番风味 这一刻他不得不信 老婆竟给他戴了十几年的绿帽 事后富二代抱着狗回来 店员告诉他 严真的老公来过 富二代猜出财阀定是起了意 于是他调看了监控 再发现财阀只是去了 十一间观看别无其他 可奇怪的是 监控内只有这半个月的记录 店员告诉他半个月前 系统重装过 可做老板的好奇为什么 店员有意透露是 严真叫我删的 而这成功引起了富二代的好奇 他们秘密相处十几年 也没有说要删掉过什么呀 殊不知严真是为了掩盖 一个重大秘密 在得知妻子背叛自己时 财阀找到了东恩 财阀问这一切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财阀想知道是否 还有他不知道的事 东恩反问难道这些 还不足以让你离开严真吗 财阀知道东恩接近 他是有目的 可东恩的目的很明确 他只想让严真 最后身边是空无一人 尤其是他的老公 财阀不明白 东恩解释因为你是他的荣耀 可万万没想到 财阀表明他不会离开严真的 东恩知道 也许财阀知道的还不够多 那就等着吧 很快他就用将军抽剧的方法 发了一条短信 所有在教堂祷告的人 都收到一条 牧师女儿真人秀演出的信息 刹那间所有的人 都陆续前往演出现场 而所谓的真人秀 是沙拉独影发作的场面 意识中他出现了幻觉 跟之前一样 只要服侍好眼前的男人 就可以拿到他要的粉末 而这种幻觉 让他开始自导自演 突然咔嚓咔嚓的闪光灯 将他拉回了现实 外面一群的人再给他拍照 他知道这一次得上头条了 而他只是一个局 东恩的目的是将军 他问眼前的将军 这场面如何 严真让他别费心思了 沙拉独影发作 最多也就关两天就被释放了 东恩让他别急 他只是导火索 你才是人们的焦点 甘假千亿的财阀 第一次看到妻子落魄成这样 他不忍得让妻子起来 我是来带你回家的 车内的妻子问 老公是带我回家离婚的吗 虽然丈夫很生气 但还是表态先帮他解决燃眉之急 只因他的好友沙拉吸毒被曝光 作为牧师的女儿 他被推到风口浪尖 然而事情开始发酵 在同一时间 有个匿名者在网上举报 某气象台主播校园暴力事件 作为暴力者 严真自然清楚指的就是他 而气象台的同事群 都在纷纷讨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 与此同时 作为公众人物的这种行为 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无数网民都在怒骂 要揪出这个败类 看着眼前得死的东恩 他一改冷静 问他有证据吗 东恩反倒笑了让他自己贫 怕大家猜不到是谁 这位大妈来了个推波助澜 直接留言 说这种一看就是朴延真干的 很快回体的越来越多 严真被顶到了热搜第一 就连他的老公都被公司的人另眼相看 没想到老公不计前嫌将他接回去 他弱弱地说了三个字谢谢 可老公只想保住公司的股价不下跌 至于我们的婚姻到最后再说 先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可将妻子带到公司 想让律师帮他解决网上说他校园霸凌事件 但如今他还想钻空子 他们根本没有证据说我18年前校园霸凌之事 所以这种情况不回应才是最好的回应 可他的所作所为 丈夫早就知晓 若不是亲眼看到东恩身上的伤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眼前的妻子所为 而他的态度让财阀寒透了心 可万万没想到 作为纯正牧师的女儿吸毒被众人发酵到网上 将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他的事件上 殊不知这直接导致严真走到悲惨结局的开端 妈妈让他积点口德毕竟是女朋友 因为她认为 严真为了自保不被媒体关注 设计将他吸毒的事件曝光在众人面前 但没事他有一个重大王牌 殊不知严真的空姐朋友 意外打开失踪电子男的平板电脑 而里面有一段录音 惠婷很不解 可点开听到里面的录音后 让惠婷发现了严真惊人的大秘密 与此同时 富二代十一间的监控莫名被严真删除 他越发觉得奇怪 于是拿着监控到维修部想复原内容 甚至交钱让维修员现在处理 可还没到半小时 维修员告诉他无能为力 因为你这里面压根没有被删的文件 这个硬盘是全新的 可这根本不可能 他这监控至少用了五年了 维修员提醒他 文件被删可以找回 但换了硬盘就没办法 也就是说严真想掩盖什么吗 偏偏正是惠婷找到他 说有关你手下辫子男失踪的事 接着这个录音就到了富二代手上 可惠婷还不知严真生了他富二代的孩子 于是他试探地问惠婷 这录音你给别人听过吗 都说好奇害死猫 惠婷到最后可以用一个字形容 惨 小伙只是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处 说他这里有个大宝贝 能不紧张吗 这可关乎到他的小命 小伙还在火上浇油 说明天他就带到电视台 严真彻底慌了 于是他趁着辫子男不注意 他只是想试探严真 没想到他不打自招地承认了 随后他敲诈严真实意 而且要现金哦 严真气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可他却淡定地捡起地上的套套 说着很难买的草莓味的呢 但若是用在你身上 我就给你捡一千万 严真被逼急 操起桌上的酒瓶就砸向辫子男 起初辫子男还能挣扎 可严真已经杀红了眼 再次狠狠地砸了下去 而这一砸也砸毁了他的人生 只因东恩利用辫子男爱钱的性格 透露给他严真的一个重要秘密 18年前严真在天台霸凌一个女孩 还将他的衣服用打火机点着 两人在拉扯间 严真一把将他推下了天台 可掉落的声音 被不远处的东恩听到了 他抬头看去 也看到了严真所为 被他霸凌过的东恩连连后退 他没想到严真狠起来连杀人都干得出 但这也是严真第一次施首 他吓得向妈求救 他知道妈妈身边养了个帮手 果然妈妈让他先离开 事后会有人帮你清理 慌乱间他将打火机遗落在现场 而这恰恰在18年后起到了关键作用 等他走后 东恩发现了他遗落的名牌 他本想通过这班党严真 没成想他匿名举报严真是凶手 却被严真妈拦截了下来 18年后他通过爱才的辫子们 告诉他速袭死亡的真凶 以及地上捡到的名牌 但这个名牌却是仿的 真正的名牌在严真妈那边 可辫子男弯弯没想到 他虽测出严真是凶手 但也将自己的命搭了进去 这是死在他手上的第二个人 而这里是他和富二代爱潮的十一间 他立马给自己换上了衣服 接着他到天台淡定地抽了支烟 然后拨打了电话 而这次他比第一次要冷静很多 很快就有人帮他处理了现场 神不知鬼不觉地拖走了一个大行李 再将辫子男的手机扔到了海里 辫子男的失踪 让东恩发现他很有可能被灭口了 所以他有意匿名寄了张信封给严真老公 用一张偷拍的照片 附上辫子男的名片 从而让财阀通过寻找辫子男 慢慢顺藤摸瓜 了解他的妻子 事情一步步发酵 不仅知道妻子背着他出轨 而且还傻傻地养了他八年的私生子 甚至现在人匿名举报他曾校园霸凌 可他还不知道 妻子还是个杀人犯 在得知东恩接近他 是报复当年被妻子霸凌的目的 可东恩告诉他并不完全是 接着将曾经死在严真手上的素洗告诉了财阀 并告诉财阀这是他们家的地址 死者的家属每天都在以泪洗面 至今没有走出痛苦 因为他们知道女儿是被害死的 所以素洗的尸体 这十八年都在舟山医院的太平间 与此同时 富二代一语道破 辫子男是被你在试衣间弄死的事吧 看严真沉默了 并不要脸地提醒我可是你女儿的妈妈 所以你想让你女儿有个杀人犯妈妈 可严真却低估了富二代的智商 女人突然发现 下雪天根本不能做法事 眼前的巫婆越来越不对劲 心虚的她后背直发凉 这时巫师慢慢靠近她 问她当年是不是丢了胸牌 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对着空气问你在那里干嘛 严真看到后更慌了 只见巫婆用桃木剑一个劲地在砍空气 可顿时她像被反噬一样 而后狠狠地栽了下去 严真这次真的被吓到了 本身她从不相信巫术 可她却有一个迷信的骂 动不动就往她的身上洒生水 美约是帮她出晦气 还提醒她 巫师帮你算过 名字中带有厚鼻音的人 身上有邪气 定要避开他们 当时她在心中骂妈妈是老古董 根本没把她的话放在心里 男孙明悟他们的名字都有厚鼻音 于是她看向一旁的锦兰 说你的名字也带厚鼻音啊 锦兰被她说得有点猛 虽然锦兰现在没跟她扯上关系 但她已经信了当年妈说的那句话 本想找巫师来给她去去挟气 没成想 竟然让她看到这样的一幕 看着巫婆已经倒下 还在死死地盯着空气 让这种死人快走 巫师能被死人降服 所有人认为这是神灵的惩罚 接着这里乱成一团 严真也被吓得六神无主转头就跑 完全将一旁的东恩给忽略了 没想到巫婆的演技可以啊 若不是她的安排 连她自己都信了 可巫师之前说的是真的 名字带后鼻音的真的要避开 可怜的她到最后都不知 眼前的锦兰才是绊倒她最关键的人 可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老公已经知晓 她十八年前杀害苏喜的事 于是抛出两个选择 先是地上死者家属的地址 让她去谢罪承担你的罪责 要么现在就结束我们的关系 可严真还在死鸭子嘴硬 说我凭什么要去找他们 她是自杀跟我没有关系 接着她拿着地址 搓成一团 闭脸不屑地扔出 财阀老公懂啊 既然你的选择已定 那你好好保重 财阀转头的一个电话 加快了严真的结局 很快财阀找到富二代 知道财阀来此目的 她挑衅财阀这个是一间温馨的 财阀问她要不要脸 可富二代却掏出了一个优盘 目的想让他们夫妻离婚 因为这里面是变子男当时的平板录音 那家伙最后出现的地方是这里 最后跟她有接触的也是严真 而这段时间变子男的失踪 你自己想想去了哪里 财阀拿起优盘问她想说什么 富二代毫不客气地表明 严真是个杀人犯 本就对妻子杀了素喜心灰意冷 如今妻子又加上一条人命 财阀含透了心 可没想到富二代再次透露个劲爆消息 让财阀顿时有种掐死对方的空洞 女人明明有个财阀老公 可偏偏生了富二代的种 八年都过得相安无事 可没想到富二代的基因太强大 色盲都有一传 女儿到现在红绿都不分 严真认为瞒得了八年 定能瞒过八十年 可她却忽略 暗地里有人对她的推波助澜 至此富二代不仅知道自己有个女儿 就连财阀老公也知道自己做了个接盘侠 但她对女儿的爱始终没有变 也许这八年的父子情早已盖过了血缘 可富二代不甘心凭什么自己的种药别人养 偏偏这时她发现了严真致命的秘密 从严真的口中也得到证实 确实她杀了辫子男 可她却根本不怕富二代告发 毕竟她是孩子的骂 并让富二代再次帮她做伪证 就像十八年前 我弄死素洗 你帮我做了不在场的证据 这次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 富二代点点头重复着当年的证词 这次我们又在一起看了颜色电影对吧 严真以为富二代再次帮她 但她不知此一时彼一时 两人其实个怀鬼胎 富二代现在一心想要得到女儿 一转头她去找到财阀 病地上关于严真杀辫子男的录音证据 财阀问她干嘛不交给警察 富二代不装了 要报警我早报了 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妻子是个杀人犯 而且在十八年前她也杀过一女孩 还是我帮她做的伪证 说整夜都跟我在一起看颜色片 这无疑在财阀的头上火上浇油 她不明白富二代的目的是什么 富二代不装了我希望你们离婚 殊不知在十分钟之前 财阀和严真已经有了两段 其实富二代从律师口中得知 要想从法律上得到女儿 他们夫妻必须要离婚才有机会 她也知道告知财阀 那她和严真也没以后了 但为了女儿就算绝交她也愿意 很快 新闻铺天盖地 某气向台主播严真 被报校园霸凌后 就连财阀老公也向她提出了离婚 严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此时看到信息的严真竟开始狂笑 不知是不是心中暗息 财阀老公没有将她杀死 塑洗了事抖出来 可她却忽略了自己有个酒肉朋友沙拉 因为她吸了八年的毒都没被发现 可严真那家伙竟为了停息自己的风波 将她的丑闻爆料 但没关系谁让他们关系够铁呢 严真的心态调整得够快 她像没事人一样的准备工作 根本不在乎同事们对她投来一样的眼神 因为她认为霸凌事件根本没有证据 一向被她欺负的同事冷嘲热讽恭喜她红了 看到你霸凌视频你老公不离开你才怪 可视频两字让心虚的严真 立马去抢同事正看得起尽的电脑 而上面正是她18年前在街头 她当场霸凌同学的场面 是死去的素系 她深知事情若被发酵 她早晚都得玩玩 但万万没想到 狗急跳墙的严真竟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养了八年的女儿竟反问她要不要脸 可女儿已经认定妈就是坏人 并让妈以后都不要去学校接她 我嫌你太丢人 听到这做妈的心凉了一大截 可她却完全没有反省的意思 就连在公司领导让她收脸一点 别让你的丑闻 影响了电视台的收视率 这话听着她很不舒服 在她的记忆中 就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跟她说话的 于是她拿起纸 在上面画了不知道什么符 然后霸气地转身 递了张词诚 说老娘不干了 殊不知这份工作在最后 净刻在了自己的骨子里 为了给自己洗白 她简单地开了个记者会 澄清18年前根本没有霸凌素系 反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本不想揭露这个事 但是以至此 我只能告诉大家素系当年怀孕 我是替她打抱不平 想劝她不要懦弱救出那家伙 可她却选择了自杀 一时间激起了记者们的兴趣 难怪她那么狂 原来她早已想好了对策 说着还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将素系肚子搞大的男人是谁 其实素系怀孕是事实 可却是被她逼到天台 只因当时出门逛街 恰巧跟她撞山 一旁的姐妹火上浇油 严真你的品位降低了 怀恨在心的严真记在了心里 看她好欺负 她在天台点燃了她的衣服 两人在拉扯间 严真失手将她推下了楼 如今她要将记者们 带去一个地方 却让记者们看到了 史无前例的惊悚画面 就在昨天警察找到了她 想咨询关于辫子男失踪的事 毕竟你们是朋友 想核实一下 当天她失踪你有见过她吗 其实严真心里是害怕的 于是她立马找到 曾帮她清理现场的警察大叔 让她立马停止手下调查呀 没成想给他们家 办了十几年式的警察大叔 这一刻居然摆了她一道 说她要退休了 想搬到海南的天涯海角 打打高尔夫 严真反问你退休 跟这是有半毛钱关系吗 当听到警察大叔说 想要点丧火钱离开这里时 严真问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拿出钱 没想到她留了一手 将辫子男的尸体给藏了起来 严真彻底慌了 可诡异的是 大叔将严真带到这里 是尸体却不见了 亏她还请了被人看住尸体 可拨打电话却是空号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有人报警 废旧楼下发现巨男尸 很快这边举办了辫子男的葬礼 作为她的好友 空姐慧婷画家沙拉富二代 全在军一起聚在这里 吃饭间得知慧婷跟富二代在一起了 嘲讽她只会捡别人的二手货 就像你妈开洗衣店 你拿别人的衣服穿一样 这句话彻底惹恼了慧婷 她偷偷拿着辫子男的平板电脑 然后将沙拉的不雅视频进行了群发 刹那间所有人都收到了视频 正是沙拉独隐发作 狗爬式地用那种方式获取了粉末 沙拉气急质问谁发的 不可能死人从棺材里发的吧 偏偏这时颜真踩点过来 可沙拉认定 颜真肯定又想利用她的事件曝光 从而遮盖她现在被关注的事件 于是二话不说 上去就耗颜真的头发 一时间两人成了焦点 可没想到空姐才是这次最后的结局 女朋友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男友看似表面关心她是否安好 但从医生口中得知 她的身带肌肉受损严重 目前无法收缩 暂时说不了话 当问起暂时是多久 医生表态好好恢复的话 十年二十年左右吧 男友听出了意思 女友现在是个哑巴 于是毫不客气地说 我会把你的东西打包寄给你 言外之意 咱俩现在不合适了 男友之所以那么狠心 都是因为眼前的女人太傻 明明知道 她和颜真有道不明的关系 偏偏拿着颜真和辫子男的录音给富二代 想分析是不是颜真杀了辫子男 其实富二代已经知晓 先是假装问她是否给别人听过 富二代知道 慧婷一直想跟了她 那今晚就从了她吧 慧婷不知是不是太激动 竟答应跟她交往 殊不知富二代另有目的 如今看到她不能说话 故意刺激她 这段时间跟了我 你也算想了一段符 没想到富二代还火上浇油 告诉她那段录音我已经删了 慧婷这才知道 原来富二代跟她交往是假 想删除辫子男的录音是真 作为空姐的她这辈子 也没想到会栽在她手上 但她没有反省 而这一切都怪她有个好奇的心 明明不是她的平板 她非得要去破解 这个录音不是关键 最起码不致命 致命的是 她在辫子男的葬礼上 南部亚视频进行了群发 众人看到死人还能给他们发信息 纷纷点开 看到是自己后 沙拉顿时发飙 偏偏这事严真要找沙拉算账 沙拉以为是严真干的 可严真还在问她 为何要将18年前的视频发在网上 气急的沙拉已认定是严真干的 于是像疯狗一样的扑上她 一旁看好戏的慧婷不禁嘲笑 两人狗咬狗的样子真是精彩 沙拉顿时将矛头对准了慧婷 而后淡定的抄起头上的饼 狠狠地扎向慧婷的脖子 所有人都没想到 慧婷竟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这么鲁莽的事 虽然沙拉被制服 但慧婷很有可能将终生说不了话 不久慧婷的病房来了得不速之客 东恩问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报仇吗 是因为18年前我被伤害过 你们却忘记我是谁 但我为了报仇 你们的一平一笑我都会记住 严真和沙拉结局也差不多了 辫子难死了 现在就剩下富二代 所以你也想被某人记住是吧 接着她拿出一个针筒和不明液体 提醒她色盲的人正常滴眼液 若是不小心滴到这个东西 以后不管是大美女还是严真她都看不到 言外之意 想不想报复自己看着办 很快 她拖着行李来到富二代家 指着空行李说是来拿走她的东西的 富二代都懒得跟哑巴搭话 慧婷来到房间 看着富二代的眼药水 正由于要不要下手时 富二代进来催促她能不能快点 我要洗澡等会有个美女要来呢 慧婷虽然不能说话 可她却竖起了终止 富二代嘲讽你的手语进步得好快 而就这句话让慧婷下定了决心 她麻利地抽取液体 然后打入富二代的眼药水里 一边摇晃 一边脑中已经在设想富二代的下场 妈妈刚到家 就发现15岁的女儿被打得不成形 母亲想都没想 就想找那家伙算账 并拍了拍台阶 事宜慢慢坐下 母亲全程没有说话 因为她知道亏欠了女儿 她小心地给女儿擦拭伤口 但她已然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虽然当年她下了眼找了个家暴的老公 不仅每天游手好险 甚至还打女儿 这次她擦亮眼睛 发现了可以帮她翻身的人 眼前之人她已经观察了很久 连续半年 她每天都来翻垃圾桶 她知道这种毅力的人定能成大事 于是她找到东恩 表明自己愿意和她合作 虽然不知道你的目的 但我能全程配合你 我的要求很简单 等你完事后帮我解决掉我老公即可 而我手上的这些垃圾 应该有你要找的东西 给你之后我们就算联手了 而东恩果然没令她失望 通过拼凑的碎片 一口答应 从她当上老师 成功接近了女孩 在发现女孩是色盲后 从而搞得严真家鸡犬不宁 富二代也知道了她有个女儿 但财阀丈夫生怕 有人要抢走养了八年的孩子 也早早准备了行李 将女儿先送到了奶奶家 而富二代发现自己的女儿 已不在学校 她知道定时财阀那家伙 截足先登 将女儿藏了起来 而且打财阀电话 也处于关机状态 猜到财阀很有可能去了乡下老家 于是她一路开车 由于她色盲 她时不时地往眼睛滴眼药水 可滴完后眼睛一阵巨通 就在这时 一辆卡车静直地冲向她 不知是不是惯性 车子一路被推到了十几米 殊不知她的眼药水 已被人动了手脚 不过她的命够硬的 这么大的车祸居然还没死 可她的眼睛却看不见 她摸爬着试图想找人帮忙 可大晚上这工地压根没人 就在这时 一只手向她推了下去 而下面正是 浇灌不久的混凝土 这一下跌进去 若撑不到明天早上 很有可能被交注在里面 显然她的状态撑不了 推她之人穿着皮鞋 戴着领带 一看就不是给她换眼药水的会体 一日财阀就领着女儿 飞往她喜欢的中国 至于妻子严真 她知道不久后会有结果 此时的妻子跟傻了一样 拿着手上的名牌 十八钱的名牌 直接断送了她和妈妈的母子情 这时她收到了一个视频 而本应该毁灭的酒瓶 竟出现在了事宜间 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于是她不打自招地 跑到了案发现场 而警方已经用仪器监测 发现地上有大片穴子 正是她将小辫子嘎了的地方 颜真最终落得四面白墙的后果 当然 这种性格的人早晚得进去 可她不甘心 她倒想看看是谁给她发的信息 让她自投罗网 而人群中确实有个手机在响 正是她一直看不起的东安 这是女人第一次坐船 她先向海里念了句玛丽玛丽红 随后将带有花瓣的盘子 慢慢地沉入海中 可从水的颜色可以看出 里面还夹杂着白色粉末 要知道这可是大妈的老公 别看大妈一副伤心的样子 其实她的心里不知有多痛快 只恨老公死得太晚 之所以将她骨灰洒入大海 是因为这种人渣不配有目的 更不需要有人去祭奠 希望她在冰冷的海中慢慢腐烂 不是她够狠 而是这老公真不是人 常常殴打她就算了 就连女儿她都不放我 都说逼急的猫都会咬人 于是她只用一招 轻松让老公自寻死路 她先假装在老公面前 偷偷摸摸地去拿包 然后紧张地出门 果然引起了老公的注意 一把上钱薅住要出门的她 当发现里面掉出来那么多钱后 她怒斥妻子瞒着她藏钱 妻子表现得很无辜 这钱不是我的我要还给人家 丈夫让她卷钱跑路吧 妻子表现得很可怜 说她不能走 她要帮这个人保住秘密 秘密二字 让老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老公果然上钩 逼迫她交出那人的秘密 在得知这些重要情报后 丈夫抿了一口白酒 一个计划在脑中浮现 可她完全没注意妻子的眼神 与此同时 这边的女人接到信息 整个人的神情都在紧绷 18年前她隐藏的秘密 居然被人敲诈 若是被曝光 不仅女儿完蛋 就连她也跟着玩玩 看老公的状态 一看就是钱要到手的感觉 还兴奋地告诉妻子 有钱就带她到天涯海角 这也是妻子二十几年 第一次看到老公殷勤的脸 为了让她再兴奋一点 妻子假装安慰她 咱们就这样平淡地过日子挺好 敲诈这种事太危险 老公听到晦气的话就想发飙 妻子立马解释 因为她女儿还不止杀了一个人 果然听到这话 老公兴奋地不行 非要给她买一身比基尼 因为她的筹码要加大了 大妈知道老公越是贪心 她就离死亡越来越紧 因为对方可不是省油的灯 晚上女人开车回家 发现有人在他们家踩点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而男人也是有意 让她看到给她提个醒 女人果然开始慌了 偏偏男人跟催命符一样 让她准备两倍的金额 毕竟死在你女儿手上的有两条命 还有刚才忘了给你打招呼了 做妈的已经被逼急 接着她貌似想到了一个对策 很快 一个自称夫人的秘书 让男人来取她要的金额 没想到幸福来得那么突然 男人自认为捡了个大便宜 可大妈知道她这次出门 怕是有去无回 果然她按照秘书的地址来到这里 可没想到等待她的近是个局 这边的油门已经加到180码 然后一不小心撞到个人 女人对老公的爱如此执着 本以为贫民哭的人 多赔付点补偿金 这是就算过去了 可大妈根本不稀罕 她就想等着这对母女在牢内的相逢 可女人万万没想到 等待她的不仅仅是牢狱之灾 而且还搭上了想都没想到的结局 牢房内女人目光呆滞 她怎么也想不到 她嫖言真竟会落得如此田地 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呢 可容不得她有过多的思考 育友就命令她可以为她给他们住行 言真不敢怠慢立马起身 然后像往常一样整理好衣容 接着惯性般地播报着18年的工作内容 可从她播报的口气中 她有多么的不敢 但不知道她有没有一点的懊悔 而这一切 只因她惹了不该惹的东恩 电话那头恭喜她 计划可算是完美中的完美 可东恩表示 虽然社局的人是我 但后果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 作为受害者的我倒想看一下 言真有没有反省 而言真此时正忙着签字 财阀以下定决心跟她离婚 言真全程没有说话 还是财阀率先开口 让她找个好一点的律师 毕竟钱要花在刀刃上 别把青春葬送在这里 言真问她为何那么残忍 非要亲自过来办离婚手续吗 抬罚看了一眼四面墙壁 让她好好在这里反省吧 言真貌似反省了什么 不知现在她有没有反思到 都是自己暴脾气惹的户 不过她现在够忙的 东恩找到她 问她现在是否感到孤单 言真一脸嚣张 让她别高兴太早 我是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 可东恩来不是来嘲笑她的 而是给她带点猛料 问她被冤枉的感觉如何 是啊 她明明做得天衣无缝 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我当然冤 殊不知东恩说的冤 是她真的做了替死鬼 当时她确实将辫子男打趴 她走后 店员锦兰进来发现了 奄奄一息的辫子男 想到辫子男曾对她做的事 她给了辫子男最后一棒 事后东恩虽然发现是锦兰做的 可她的目的是 让那些坏人得到惩罚 所以她让锦兰放心 凶手必须是朴言真 可言真也反应过来 为什么东恩会说她冤 可东恩根本不可能告诉她事实 也许这个谜 言真一辈子都没机会知道 但乱乱没想到 等待言真的还有最后一击 就在她要出门放风时 竟看到自己的妈妈也在监狱中 可妈全程就像没看到她一样 也许她心中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吗 导致妈全程不想认这个女儿 这一刻她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人生就像下围棋 一步落挫满盘皆输 虽然东恩是最后的赢家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曾经活下来只为想欺负她的人复仇 如今心愿已了 她站在百米高台 像18年前一样想了结自己 男人只因是个杀人犯 送到医院却根本没有人愿意为她医治 可偏偏有个主导医生不顾及她的身份 提议帮她做手术 不知这一刻是否感化男人的心 警员帮她解开手铐等待救治 由于是突发案件 医生让同事给她儿子打个电话 说好的一起吃晚饭 让她别来了直接回去 并再三转达不要让她吃泡面 可泡面二字听到了男人耳朵 不禁露出了一抹嘲笑 医生当时没看懂这抹笑的含义 当儿子接到通知时 以为时已晚 此时的父亲已倒在血泊中 可儿子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切竟是因为她 虽然在法庭上 男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而这样的判决实在太轻 果然男人露出了一抹得逞的笑 这种人还能留在世上 简直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脑子不好使就可以随意杀人吗 而且还丧心病狂地杀了你的主治医生 事后小伙会见他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男人的回答是 当时我胳膊折断已经痛得要死 可你的父亲还在担心你会在家里吃泡面 从我的立场来看 这不是侮辱人吗 所以中途手术我从麻醉中醒来 发现我的手可以动了 恰巧手术刀在我手边 然后我就趁机一拿 哄死你爸的目的 就想看看他吃泡面的儿子长什么样 听到这小伙哽咽 不知用什么词来形容眼前的败类 虽然他和父亲一样也是名医生 可这件事却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他想为父亲报仇 却根本无能为力 这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东恩 从他受伤的胳膊可以看出 此人定是有故事的人 女人做事果断的样子 让他知道东恩一定能成大事 观察东恩喜欢围棋 他假装不小心偶遇 凭借自己的围棋天分 他愿意免费教他 从他的观察也知道 东恩学围棋另有目的 经过七七四十九日的学程后 他主动告别周汝 周汝知道他怕是要进入复仇计划 可请神荣一送神男 周汝竟跟到了他的学习班 还时不时地会在校门口等他 为了让他死心 他将身上的伤给周汝看 本想让他知难而退 但没想到周汝愿意 陪他一起完成复仇 可他还不知周汝也想为父报仇 在经过九九八十一天 他终于完成此生的目标 将曾经欺负他的人统统送入地狱 于是他像十八年前那样 站在百米高台了结此生 正当他下定决心要跳石 多久有 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周汝 因为你死了 我儿子也没有信心活下去 在得知周汝的事件后 东恩有了活下来的动力 很快 凭借自己教师资格的身份 东恩成功进入监狱 当起了一名讲师 而他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周汝也成功进入监狱 当了一名御医 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的同事 寻找合适的机会 惩治那些法律上 得不到公平的犯人 这天一群犯人被转监狱 而其中就有这位渣渣 殊不知这里有个白大褂 早已等候他多事 当看到是周汝时 他知道害怕了 因为周汝曾探监事说过 万一哪天我们再见面 你一定要小心 你面前放的饭 你吃的药 你的床上是否有绳子 而如今周汝出现在这里 意味着他的化药成真了吗 也许找到活下去的意义 两人竟在这所监狱落根 因为他们知道 正义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